你現在收看的是假新聞電視台 我是你們的主播舞秋風 相信大家對鐵針的用途應該蠻清楚的 它不但可以合成、附魔、修理物品 這些基本功能外 我相信有一個功能大家一定沒有聽說過 就是它可以BBQ 沒錯你沒有聽錯 它可以烤熟食物在上面當烤盤使用 不相信秋風就測試給你們看 我們呢只要將鐵針置於火的上方 這樣子鐵針受到那個火焰的燒烤之後 它就變得可以夯吧 BBQ就是這樣來的 不幸的話我們把這些生牛肉生的食物 可以烤的食物 通通都丟在鐵針的上面 那它就會慢慢的夯慢慢的夯 夯久了之後 它就會變熟了 讓我們拭目以待 這奇蹟的時刻吧 還要跟大家講一點喔 那個記得食物熟了之後 要馬上拿起來吃 不然它如果再繼續在上面烤 它會過熟 過熟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像你烤肉 烤到過熟之後 它會變成木炭 就會變成炭 就不能吃了 有沒有熟了 馬鈴薯都熟了 有沒有雞肉牛肉 烤牛肉都熟了 我們就這樣繼續烤下去 它就會變成炭喔 變成木炭 我們繼續烤看看 這個火的威力 可能沒有很大有沒有 需要烤一陣子 唉唷唉唷 燒 我燒我燒 有沒有變喔 還沒有變還沒有變 大火了 不要下雨 不要下雨 變木炭了 變木炭了 融合在一起 即便大雨 也交不息 變成木炭的決心啊 變成木炭的決心 以上新聞 由秋風為你整理報導 謝謝收看 下次再會